發展局局長王偉論重申,不會指導小組的工作,而政府亦都不會暫停本身的土地規劃 政府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延減未來土地供應的來源 策略市學會前會長,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劉慎江,在本台節目講清講錯話 政府計劃推出協助夾深階層上車的港人首置上車盤 如果能夠以公司銀行作發展,相信可以開拓新的土地來源 如果這個計劃能夠推動出來的話,就會希望釋放另一個土地來源 利用到私人發展商商商商的土地,尤其是農地 如果在這個方向行動的話,也都市民大眾覺得接觸到一個土地來源 有一個公司銀行作,有私樓能度,有資助服務,而產生了一個新的供應 他建議第一個首置上車盤的計劃,可以考慮一半是私樓,一半是上車盤 發展局局長王凱文就說,雖然小組要一年半時間完成檢討 但政府會同步繼續開發土地 在短期下,我們說我們有二百十幅土地,我們正在做改劃的功夫 但總的方向,透過改劃,我們都沒有牽涉到一些大規模的填海 或者說家裡公園 在中期的,我們說幾個發展區,有些規劃已經完成了,有些規劃即將會上完 亦都不牽涉這些所謂相對的爭議性高,或者我之前說過天白行空的建議 所以我們覺得朱雅棕出來的建議,以及我們目前做的功夫 會不會有一個矛盾呢?那個機會應該不大 他重新不會指導小組的工作 武昇電視記者,陳教育報導 勞工特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本港將會面對高齡海嘯挑戰 當局會爭取資源,改善安隆服務 統計處最新數字顯示 到2066年,本港65歲以上人口將會是去年的2.2倍 85歲以上和100歲以上人口 更加分別是去年的4.4倍和14.2倍 不過目前基層安隆服務的人口,有雙位數量量 又曾經公立局局長羅志光發表網誌 說香港未來面對的人口老化挑戰十分嚴峻 高齡海嘯來勢洶洶 又說當局會爭取資源改善安隆服務 如果我們不能夠去及早做高齡海嘯的服務 在健康的推廣與防潔組織和介入的話 將來這個政策的整個社會 可樂西法征服的之大 我們是延伏不了的 現在正在進行準備的 是10月初的基建局局 還有未來一年那些議員的分距 那麼我們前來勞服務的方 我們是會盡量去甘取資源 去改善我們的行動部 羅志光又說 現在基層勞動力的主要來源 在未來10年間 復族進入退役年齡 勞工聚會推出一些系列措施 推動年長人士授業 亦都會開發和吸納 維持的勞動潛力 無線電事件者王悉蘭報告 荃灣園園學院 一個女人列入法保留受傷氛圍 三個消防員拯救期間亦都受傷 警方指上就近10時半 一個59歲女人 在原原學院跌入法保留 現場消息說 發現這個女人派入貴籃 跌入法保留 未知她走近法保留的原因 個女人受傷分為送院 三名消防員救人期間亦都受傷送院 期間兩人已經出院 巨峰阿爾瑪略過湖巴之後 強度減入為三級 正是北上吹襲美國佛羅里達州西岸 預料風力會再次增強 至今已經超過17萬戶停電 曾政府下令超過600萬人撤離 阿爾瑪在加勒比海地區 造成至少25人死亡 阿爾瑪來勢洪洪 菲羅里達州南部島最基拉鍋 率先感受到巨峰威力 海面翻起巨浪 風力時速超過200公里 多處出現狂風暴雨 水位上漲 海水龍上高速公路 邁亞密風勢明顯增強 州長斯科特警告 阿爾瑪可能帶來達到 4.5米高的風暴潮 掩抹大量房屋 再次呼籲居民撤離 如果您有限制到巨峰 您必須離開 現在 這是您的最後機會 做好決定 菲羅里達四分之一人口 超過630萬人要強制撤離 超過400間學校、教堂和社區中心 被徵用作修容中心 7萬多人入住 不過多間修容中心接近包門 有體育管袋打了石餅 有民眾說修容中心已經是他們最後的避難所 已經無其他地方可以去 有駕駛車離開的民眾就要同時間競賽 萬亞密士等地在風暴抵達前幾個小時 已經開始封鎖部份轉要道路 中國奧蘭多國際機場 泡運大樓也都人頭湧湧 而少人趕在機場關閉前 坐最後一輪旁離開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 會密切監察災情 正常用身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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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就不一輪旁離開 正常用身分補充 隨著延二馬不上,要求風力將會助次增強 吹襲佛羅里達州西岸,同早前預測路徑,說會吹襲東岸不同 坦白時將會首當其衝 另一股四股巨峰河災亦都緊接而來 吹襲巴勒比海多過島嶼 無線電視記者歡迎明白 聯合國安理會明天會表決加強制裁北韓 日本傳媒報導,中學多間大型國有銀行 對北韓人開設帳戶和交易設立硬制 分析指今次是中國對北韓採取的單邊制裁措施 北韓近期動作頻頻 不夠十日內,先後兩度發射導彈兼行事 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 國際社會決定加強制裁北韓 日本共同社報導,中國多間大型國有銀行 包括中國銀行等四大銀行 停止北韓護照自由者開新帳戶 以有帳戶和交易未限制的人 亦帶到北韓當局駐華人員 以及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北韓商人 限制交易可能令兩國貿易受阻 由於北韓方面沒有辦法經營銀行付款 更加難以獲批貸款 將來影響中國食油製品等物品的出口 報導指有消息人士透露 交易限制已經由去年逐步啟動 有分析指這次是中國採取的單邊措施 中國一直被批評制裁北韓態度消極 內界相信這次行動有助於 持斷北韓而發核武等資金來源 美國則要求聯合國安理會 未來星期一就加強制裁北韓表決 建議凍結金正恩和平壤政府所有海外資產 禁止向北韓出口石油等等 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和美國總統特朗普 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星期六通電話 強調國際社會必須對北韓作出一致而堅定的回應 無線電視記者胡若寧報導 問候 想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登記成為捐贈者 登記者要將你的意願告訴家人 大家以為親到發霉會的 恩 畢竟你們站在一起 我 都沒有在這裡 我們在那邊身邊 發熱 我 總好派 郁垂 郁垂 我有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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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我們一起衝過去吧 網上私隱有法寶 不要隨意下載可疑的應用程式 將護不要用完簡體的密碼 網絡攝錄機沒有保安設定 影像分分鐘被人截取 羅興亞難民人道危機有望舒緩 羅興亞伊斯蘭武裝組織單方面宣布停火一個月 緬甸政府暫時沒有回應 大派羅興亞人繼續由緬甸逃往曼加拉 聯合報報告單是過去兩星期 已經有至少27萬 當地物資短缺 密加報章一會 難民見所有食物的車都紛紛湧上去 過有人在等候領取食物的時候 體力不知而暈倒 除了食物,住也有問題 難民營已經爆滿 其他人只能在路邊搭建簡單像風西身 最合國已經要求曼加拉當局畢地興建更多難民營 但要阻止人動危機 才要解決觸犯難民潮的根源問題 現在終於由一線出光 緬甸約開當時續兩個幾星期的衝突有望緩和 羅興亞伊斯蘭武裝組織約開羅興亞各勢軍發聲明 但方便宣布停火一個月 並且呼籲緬甸政府軍同樣放下武器 找到人道救援組織重新展開工作 衝突發生以來 楊開邦數以千計的房屋被銷毀 近3萬個非伊斯蘭民眾 被重新安置在緬甸其他地方 主要順奉伊斯蘭教的羅興亞人 就擁到曼加拉 曼加拉本身並不是富有國家 今次難民危機令到東地經濟白順加緊 多勃多關注事件 美國國務院更讚揚曼加拉 在應對今次人道危機的時候表現大方 母斯電視記者出役余報道 英國倫敦有幾千人集會抗議脫歐 其中一場集會在海德公園舉行 有集會人士揮動歐盟和英國旗幟 支持與歐盟維持緊密關係 又不滿保守黨政府處理脫歐不力 要求繼續留歐 自民黨新任黨魁其為信業都到場聲援 他發現時候批評保守黨政府無能 強行將脫歐加諸民眾必須立即停止 英國國會將會在星期一表決大廢除法案 為脫歐後的歐盟法律轉化為英國法律暴露 但是有工黨議員提出多項修訂 令到法案是否獲得通過出現暗容 看來天氣方面 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炎熱 部地區有窄 今晚大致多雲 吹輕微致和混偏南風 1點鐘氣溫是31度 相對濕度70% 空氣室數健康指數 一般行道邊間側站都是低 紫外線指數是10 強度屬於10高 這次新聞報道員 再會